最大的老人家到養護手或是在家裡 大部分手都會彎起來 就一直縮起來 那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縮縮組織在運作 所以筋也會縮起來 肌肉也會萎縮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每一天幫他按摩 按摩以後 他手就會慢慢鬆 你不是說這邊擦這邊擦 這個不叫按摩 按摩是要針對位置 幾個位置 關鍵的位置 按摩以後 有沒有看到 我慢慢按 媽媽的手直了 有沒有看到 你根本不用去用 你給他扳 今天按摩他就直了 有沒有看到 那是什麼穴道 這個鎖碗而已 鎖碗內外側 我們要這樣夾的 這樣按摩就好了 有沒有 媽媽的手已經直了 有沒有看到 根本我沒有去握他 是他手扳著我而已 有沒有看到 直了 當然呢 如果你沒有 就是他會一直一直縮下來 對 所以每一天你看 現在已經軟了 有沒有看到 軟了 有沒有看到 對 所以你是按哪一點點 我們就按我們的那個鎖碗關節這裡 這邊輕輕地按摩 輕輕按摩就可以了 然後呢 內關也一樣 甚至這樣比較明顯 有沒有看到 夾這樣 內外一起按摩 你看他的手直了 有沒有 上下嗎 畫圈圈 畫圈圈 有沒有看到 媽媽的手直了 就是那個關節的地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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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關節 內外的 這樣畫圈圈 媽媽的手就直了 就 柔軟了 有沒有看到 只要你懂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柔軟了 有沒有 要不然的話 老人家最怕的 就是一直萎縮 一直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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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身體也一直攻起來 那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照顧的方法是不對的 所以一定要訓練的 按摩 再來 這邊一樣 這邊弄了 這邊手指頭 這邊要讓手指頭 不會緊 一樣 按摩那個 手 那個掌背 我們的手掌的後面 他慢慢的按摩 他也會慢慢的伸開 慢慢放鬆 他也會慢慢的放鬆 所以呢 按摩他的掌背 對 那個掌背 然後他的手碗 他就可以慢慢的放鬆 再來 像你媽媽的手已經鬆了 有沒有 有沒有鬆了 但是鬆了以後 有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 每一天要把它輕輕的扳 有沒有看到 每一天要輕輕把它扳 因為我們的延展力 一定要天天要做這個延展力 這個延展力以後 他手才不會老化 而且不會 說說阻止才不會一直的嚴重 你看他這樣就鬆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要做的 不要他有一點點痛 沒有關係 讓他有一點 每一天有這樣伸展力 不是讓他在這邊 把他灌死就好了 要讓他有品質 你看一下 那媽媽的手是不是很軟的 對不對 很軟的 有沒有 要不然的話 他是一直萎縮 很奇怪 你一手軟了 另外一手也會軟 真的 做一手進行啊 做一手也可以 兩手都做也可以 哪一手比較嚴重 可以做哪一手 要有空就是兩手幫他做 你剛剛按這個地方 是針對這裡嗎 這裡是按這裡 這個地方的 我們做整個鎖碗 對 鎖碗之大範圍按摩 是手碗的關節嘛 對不對 那這裡呢 按這裡是這裡嗎 沒有 我們要講手碗關節就會管到這裡 對 所以開關 這邊的開關是在這裡 整個開關 然後這邊會影響到這裡 所以我們這邊的組織也要按 膝蓋 左關節 後面這條肌肉 這邊摸起來也一樣 這個肌膜要把它撥一撥 撥一撥 撥一撥 媽媽的手就可以伸直了 有沒有看到 是後面的嗎 對 是凸出來的那個地方的外側 看一下 這裡就是它的後面在外面 這樣把它揉 媽媽的手就伸直了 有沒有看到 要不然呢 它手又越來越縮 越來越縮 你給它抱枕頭沒有意義的 有沒有看到 媽媽的手就伸直了 有沒有看到 好 就這麼簡單 你看再伸了 然後它開始會有握力 你如果跟它用它會有握力了 有沒有看到 手都伸了 那這個地方呢 這邊也是一樣 那如果再來的話 我們懂的人 你就要跟它做保養 這個是熱的 它溫熱以後 我們呢 這個有溫熱 我們這個可以來這樣 幫媽媽整個手 刮一刮 熱的刮一刮 每一個手絲頭都可以刮一刮 這個刮 刮我們的手絲頭 這樣手絲頭刮一刮 這個都可以刮一刮 這個熱熱的刮起來 很舒服的 而且一熱又刮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的肌肉神經完全放鬆 所以刮起來效果特別好 你看媽媽的手 有沒有看到 可以伸直了 可以伸直了 你看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又不用去硬扳它 沒有用的 但是呢 當我們已經 它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空 就要幫媽媽這樣 往後的延伸 你懂意思嗎 這種延伸才有用 它沒有延伸 你光這個在外面幫它擦拭 這個不算是按摩 這個對它幫助不大 你只要把它讓它按摩了以後 慢慢的 它手直了 慢慢它有力了 對 而且就不容易有痠痛 循環就會好 有沒有看到 這些就把它按摩 按摩會有點痛喔 這樣按摩 你看它的手完全止了 嗯 包括堪尾也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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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對老人家的一個生活的品質 像這個地方它沒有辦法 知道嗎 它這個應該它這個以前是有板機子或什麼 但是呢 它這個筋尾縮以後 它手神經就沒辦法 所以這個有一些 如果你要那個就是要這樣 幫它長長的 筋以及那個 你就可以幫它做延展的動作 你懂意思嗎 嗯嗯 你看 這樣延展 延展到後來它可以握拳 你看這樣 它就是慢慢的 我們就是要讓我們的關節的延展力 每一天都要有 嗯 你不能說 哎呀 都怕它會那個緊 不敢去做它的延展力 這樣是不對的 嗯 有沒有看到 它的手都變軟了 手就可以放直了 你可以把它拿到手邊 看它可以伸多高嗎 哦 伸多高 來 右 叫媽媽 右 所以呢 我們就像這樣 你看這個手已經直了 有沒有看到 嗯嗯 對 這個手也直了 不會挑這樣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哦 這個手都很軟了 很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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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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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